現在的話 我們首先來看一下 當然你打開之後 可能如果你之前沒有做任何設定 它可能就是長這個樣子 這個是最陽春的狀態 但是它有個缺點 可能因為我之前有調整過 就是第一個 我們如果假設要修改讓它友善一點 比如說上面的這個清單都是英文版 那你說老師 那可不可以有中文版 OK 如果你要改中文版的話 第一個 你可以找到那個上方的工具列 有一個類似像板鎖的一個按鈕 其實這個板鎖就是設定 你要設定什麼就在這邊找就OK了 所以第一個 如果你假設要修改它的語言 比如說你要改成中文的話 那很簡單 你就把它點開之後 它應該放在哪裡呢 其實在Advanced Settings看看 進階設定 有沒有 這邊有個language 這個應該都看得懂 OK 那你就把它改成中文就可以 可是目前的話 只有簡體中文 會不會更新之後有繁體中文 好像沒有 不過至少如果你覺得這個友善程度 簡體中文OK 那不然就暫時用這個好了 OK 我記得好像他那個官網上面有 真群有沒有繁體的翻譯人員 不過都是義工啦 如果你們將來如果想要變繁體的話 也許你就是幫忙翻譯 對 將來可能就會有繁體中文 因為也許他沒有找到適當的 所以他沒有把它翻譯 好 那當然第一個按OK之後的話 不過他會要求你把它重新啟動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還有哪些地方會需要變更 就是這個底色 他會說要reset 所以restart 所以就把它重開一下 那重開之後的話 理論上應該就會是中文環境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我的習慣 就是那個底色 這個目前是黑的 看起來有點 不是那麼習慣 所以我習慣是希望把它變成 底不要是黑的 而是白的話 有點像那個VBA的環境 VBA裡面開發環境 底就是白的 一般都是白的 所以如果你要設定的話 你可以再按一下這個板鎖 這個叫偏好設定 找到外觀 就是它要長什麼樣 你可以找到外觀 那我這邊的話 預設好像他這邊 語法高亮的主題有沒有 把它改一下 我好像改成DUG 這個不對 改成應該是改成 這個叫Spider 你如果假設希望改成白底 然後字的話是彩色的話 那就選這個 叫Spider 它位置是在語法高亮主題這個地方 然後你把它按OK 這樣它就幫你把它改 不過一樣 只要你做任何設定 你這個不用重啟 OK 它就馬上幫你改動了 OK 好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開始來撰寫我們的第一個程式 那我大概說一下 寫完之後大概這樣 如果我希望呢 幫我寫出一個簡單的程式 那個程式的話就是當怎麼樣 幫我做一件事就是說 增加兩個變數 一個是A 一個是B 然後A裡面放3好了 B裡面放5 然後幫我把A跟B的結果相加之後 幫我把它輸出結果 OK 所以理論上呢 會需要有這個四行程式 OK 所以我們簡單 反正這個不用寫太複雜的程式 而且這個不需要 透過ChargePT 我想ChargePT 它也會覺得太簡單了吧 OK 所以第一個我們怎麼寫 首先的話呢 你如果要開始撰寫程式 請特別注意 請你在上方左上角 會看到一個新建文件 你就直接按一個新建文件就可以了 它會幫你產生一個空白的一個module 它的單位的話就是模組 OK 所以如果你假設寫一支程式 就是建一個模組 那你就把程式 寫在這個模組裡面就對了 OK 那模組裡面呢 當然你可以寫很多的 其他的紫程式 有沒有 一個模組就是一個程式 裡面你可以分很多個紫程式 那個紫程式的話叫 如果在Python叫DEF DF 其實DF的話應該叫Function 其他地方也許 其他的語言也許叫Function OK 寫很多的Function 這個概念VBA也是類似 VBA反正你要寫程式 一定要先插入一個模組 然後你就把程式寫在裡面 只是說VBA裡面 它的程式分兩種 一個叫Function 一個叫Sub 然後在Python裡面都是DEF OK 所以第一個如果你要開始寫 請你按一下這個新建文件 它會產生一些註解 所以這些註解就是用綠色字 那這些註解 我的習慣是把它清掉 因為這個不需要 OK 那你要寫的話你可以像這樣 A 那以前如果你寫Java的時候 因為我要建一個變數 你要先宣告 可是Python它的規則是不需要宣告 那你想說老師那不需要宣告 可是它的資料型態我如何定義呢 很簡單 當你第一次賦予給它什麼值 它就是什麼型態 比如說A等於3對不對 那因為3它是一個數字 而且是一個整數 所以A就是一個整數型態的變數 OK 不過字太小對不對 你可以記得一個快速鍵 Ctrl-加 Ctrl-加就是放大 這個跟Photoshop一模一樣 Photoshop不是也把它放大 Ctrl--就是縮小 這個很重要 如果你連Ctrl-加、Ctrl-加都不會的話 以後字才太小了 Ctrl-加 所以我們已經先產生了一個變數 整數類型的變數 那A這個名稱 它不見得一定叫A 你叫其他名稱也都可以 好 那特別注意 很多同學常常問說 老師那個等於是什麼意思 計算結果 像以前那個數學的計算結果 不是啦 其實應該是說 把後面的值 放到前面的一個過程 OK 所以特別注意 A在這裡 並不是計算結果的意思 因為很多同學 常常就是被數學的 那個觀念給干擾了 常常說 我說什麼這個是什麼 這樣子寫 我完全沒辦法理解 對啦 因為你把等於 當成是 什麼什麼 計算的結果 不是啦 不是那意思 是把後面的值 放到變數裡面的意思 OK 好 那同樣的道理 我再增加一個B B等於5好了 OK 那意思就是 再增加第二個 變數 它叫做B 裡面的話 我就放了一個5進去了 好 那最後把結果加總 所以我又再增加第三個 也許叫ANS好了 等於 它計算的結果A加B 好 所以ANS裡面放多少呢 就是把這兩個結果相加 的結果再放進去的意思 OK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等於不是你理解的等於 OK 特別注意 我還有很多同學 每次都被這個給干擾 把後面的結果 所以它一定會先執行後面的計算結果 然後再把計算的結果放到前面去 OK 應該可以懂這個邏輯吧 好 那再來的話 要把結果輸出 所以你就打一個print 特別注意 這個如果要輸出結果 最簡單的方法 在Python裡面就是print 然後裡面的話 你就是再增加這個ANS 記得喔 一個小瓜糊 就是你要輸出什麼 最後這個程式寫完之後 你就直接按上方的執行 這個有一點像那個 音樂Play的那個有沒有 就是執行 它就會把這個結果做完之後 最後把結果幫你輸出到 特別注意喔 這邊不是有控制台對不對 它會幫你把它輸出到 這個控制台的這個地方 所以你會看到這個NS 就會被輸出到這邊 所以特別注意喔 你按下去喔 然後你心裡看右下角的控制台 把直心看看好了 好 直心 有沒有發現 這個時候會輸出8 有沒有 OK 那姿態小怎麼辦 很簡單 你游標只要放在這邊 按Ctrl加就好了 這樣就有了 OK 那這個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程式 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那當然喔 你順便如果假設你說老師我做完之後 我可不可以做一個變化 可以 你可以把這個加可以改成減乘除 甚至呢 你們可以參考那個我們雲端上面 或者講義裡面 因為我的習慣將來講義都放在雲端白板裡面 所以請各位找到 在我們的雲端上有一個叫雲端白板 其實雲端白板你可以把它想像成就是我放講義的地方 那我會把每個講義猜成一個一個的章節 那目前的章節應該是第二個章節 02 基本語法與結構控制這個章節 因為今天我們環境就建好了 所以環境沒有浪費很多時間 很快 有沒有懶人包真好 然後呢 我們現在打的程式就是大概這一段 只是說我有這邊有多一個結果冒號 有沒有 因為你會發現輸出結果雖然是8沒錯 可是你說8感覺好像很單薄 而且前面都沒有一個敘述 至少你要跟我講說結果冒號好了 結果是不然的話你突然冒出一個8 感覺好像這個沒頭沒尾的 就有點不完整的感覺 OK 所以待會兒也許我們可以幾個可以修改 第一個你可以把這個叫運算值有沒有 你可以把它改成加、減、乘、除等等的 都沒關係 第二個還可以改什麼 你這個數字形態部分你也可以做修改 那當然修改的部分大概幾個方向 因為最基本 PASHA裡面基本的型態 大概主要有三種 其實應該是說兩種 只是說數字可以再拆成有沒有小數點 如果有小數點的話 它就是一個整數 第二種型態也是數字 可是是有小數點的 OK 那這種型態的話 開場是把它當浮點 浮點的一個型態 所以以後你聽到浮點的話 那就是數字裡面有小數點的型態 所以數字有分兩種 一種是整數 一種是有小數點 OK 那數字之外的話 第二種比較主要就是文字 OK 所以如果將來 如果假設 我這邊把它改成前後有雙引號的話 它就變成一個文字 那文字跟數字最大的差異就是 應該可以理解吧 就是文字沒有辦法做計算 對 因為它不是數字 所以你不能給它一個3 然後請它幫你計算 它一定發生錯誤 很抱歉 我看不懂這是什麼東西 因為它不知道這個是一個數字 所以你需要怎麼做呢 你要轉型 就是把文字轉成數字 這個很重要 因為以後你們錯 大概80%都是形態錯誤 所以如果你形態錯誤這個觀念 能夠不發生的話 那你以後寫程式應該就比較不容易發生錯誤了 OK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請各位先試試看 我們待會先不要加 因為你一加應該又錯了 有沒有 你一加上去會怎麼樣 剛剛對對不對 你現在可以執行看看 有沒有發現 它這邊會深紅色的刺 指的就是說你錯的原因 Type L Type的話就形態 就是資料形態 L的話就錯誤 所以形態錯誤 那它還跟你講說怎麼做修正 只是說這個敘述有點怪怪的 我們先到這邊好了 你們先試著幫我把環境先修正 第二個的話就幫我開一個新的一個Marcho 然後把這一段程式打上去看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